哇,来的真是熟 大连游完全是随机的 本来准备去徐州的 但是买不到票 看到去大连还有特价的机票 直接就预定了 对于这个陌生的城市 我们还是非常的期待 我们计划三千块钱玩三天 包括吃住行 完全陌生 没有做任何的计划 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究竟怎么样 大连值得去吗 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吧 去大连 我们今天要出去玩 因为今天我休息 而且休很多天了 因为我有休年假 计划是住两晚 第三天下午六点的飞机回来 早上七点多的飞机 为了不迟到 我们三点半就起来了 我们从镇江开车到路口机场附近的一个停车点 三天六十块钱 包括来回的接机服 还是很方便的 好 现在出发去机场 我们现在到了路口机场了 幸亏早点过来 人还是蛮多的 现在才六点暗示 好像过来来早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才登机呢 搞得我今天三点半就起来了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红红的还背两个包 好 这个是我的小包 这个是我的大包 欢迎 你好 欢迎 这么多人 这个座位的话整体有一点急的吧 有一点点急对吧 靠窗的位置呢 靠窗的位置的话 好 它现在正好对着这个机翼 我们下飞机以后的话 我们就是租了个车 正好是买平安车型的时候 它送了有一个两日租车的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现在要起飞了 非常高了 这个就是飞机上的小吃 三明治 两杯咖啡 两瓶关圆水 现在已经出了飞机场了 现在在等中车的人 过来接我们一下 看看我们究竟去哪里玩 我们现在的话一头的水 哪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应该提前安排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安排好 这也太不那个了 反正就是一步步来吧 现在先等注册的人过来 这边旅游团的人特别多 到了 上上上 到时候还车的话 可以直接就在市区还 是吧 可以 如果要是晚一点 晚个8个小时 还车的话 这个怎么收费的 8个小时 对 8个小时就是重新算一天 重新算一天了 就好 哎 你这个东西挺好的 哪个 这个 你也可以搞一个 好 钥匙在里面吗 对 现在第一站的话 我们就去那个熊洞街 没想到这个大连地方不大 但是却非常的堵 车非常的堵 难道全是过来旅游的吗 那现在来到了熊洞街 八八八 哇 这个里面特别卡通 上面还有图呀 但是今天的这个游客并不算多 你自己拍的嗨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个熊洞街已经逛完了 下一站的话 然后再找一下 看一下去哪里 这里面没有什么可以逛的 主要是就过来打个卡 我们看了半天的话 我们还是决定住在那个 星海广场附近 然后我们订了一个酒店 现在直接就开车过去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星海广场这边了 我们订了一个自助酒店 直接拿钥匙上楼就可以了 到了这边的话 感觉特别冷 因为这个靠海边 风特别大 好 下车 进房间后 反锁房门就是取电 这个房间还可以 对 两个人随便住下来可以 对 而且还有投影 99块钱还可以 本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还蛮热的 特别热 现在又特别冷 这边风出头 这边的风是空调风 我们看了半天 然后我们现在决定去 大连的熟食品交易市场去看一下 听说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这边的电梯里面没有13楼 也没有14楼 他们这边还讲究这个东西吗 好了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大连熟食品交易市场 大连熟食品交易中心还是不错的 是个批发市场 里面吃的东西很多很便宜 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去的地方 非常值得去逛一下 我还特意做了个市场美食的视频 有兴趣的可以去我另外一个号看看哦 现在我来到了大连雕树公园 这里也非常的漂亮 就是风特别大 没想到大连的海也这么蓝啊 我还本来以为是黄海呢 你看这水挺绿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桥底下 这边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看一下 全是钓鱼的人 现在我们在这个新海湾大桥上面走啊 现在我们准备去黑石礁公园 但是我把车开过来以后 红红已经睡着了 我们起来的太早了 三点半就起来 到现在都没有睡觉 所以说 他特别特别的困 他的精力已经消耗光了 起来吧 下不起来的话 可以睡到明天了 好 黑石礁公园 我来了 是靠海边的 这边旁边有个大学 那个大学的名字叫海洋大学 对 这边靠山海的学校都叫海洋大学 哪边海物最多 那边最多是吧 这不就是我们开车来回的一个桥吗 嗯 对吧 刚刚就在那边到这边 对 这个石头挺好看的 快过来捡石头吧 看到没有 这个是海带 非常新鲜的海带 非常新鲜的海带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海鸥 还有我发现他们这边随处可见的 这个是不是我们那边的海群菜 我们买的海群菜是不是这种东西 这么多 大连地质遗迹保护碑 这个还是保护碑呢 这个是独特的黑岩石 这边非常漂亮 这边可真大 那边还有个蹦极的 终于逛完了 我们本来准备去那个交通大学 那边有个小吃间 准备去吃小吃的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边好像就是个大学啊 有学生的地方 还能少得了吃的吗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边 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 面我肯定是不想吃了 想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小吃间 刚刚我们问了一个帅哥 问他这边有没有小吃间 他跟我们说 下地铁以后有一个小吃间了 所以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小吃间吗 前半只走左边 哦 这边就是一个小吃间 到了 这是小吃间吗 这是粉啊 对 但是这是他们这边的特色 在哪儿完成 这个肉香 你这个香 嗯 这个你甜吗 你尝一个看看 甜的 这是甜甜的 那个是酸甜的 可以尝 你尝一个尝一个 有价值费 价值便宜的 你们可以吃吗 甜的 甜的 嗯 刚刚吃过晚饭 现在过来看一下这边的夜景 非常的漂亮 好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现在到了我们这种地方了 然后我们这边呢 离那个星海广场只有400米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下 去 根据导航显示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星海广场 应该就这边 估计在前面 这边因为蛮大的 感觉这样的 看的话还蛮繁华的啊 对这边是看着相当繁华 你看这一圈啊 这一圈啊 这边全是吃的和酒店之类的 洪洪说那边有个喷泉 所以 我们去一探酒精 我现在已经没有精神了 我就跟你讲 我们现在走了一圈 这边人并不多 但是这边的话 却特别特别的冷 洪洪已经冻的吃不消了 现在 虽然人不多 但是 特别繁华 特别是这个楼 设计的非常有个性 过来一定要多穿衣服 因为真的比较冷 应该就在这边了 这边人明显的就变多了 车也变多了 哇 漂亮 漂亮 果然没有白了 这还不好看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就算拍照片发朋友 真的好看 哇 来的真是熟 你还要这么好给你 我感觉我们来的真是熟 来看我走起来 给我开个镜子 哇塞 来的早不如来的强啊 我们过来的真的非常巧 这个表演的话并不是一直都有 只是一会儿玩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没意思 现在回家去了 洪洪他既然任何一个项目 他都不敢做 哎呦喂年纪大了 玩不了纪念运动 你要知道 新海湾游乐场 对啊新海湾游乐场 只是进去逛一圈 什么都没玩 今天就玩了 拜拜休息 拜拜 谢谢